TOP GUN 2 上映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好熱氣 TOP GUN 2 上映 沒錯 萬眾期待 等了36年 TOP GUN 1 是36年前1986年的電影 TOP GUN 應該捧紅了 Tom Cruise 還有班底也是 謝利不閒馬 可惜的是導演 Tony Scott 過了新十年 變成新的TOP GUN 2 自然就沒有他份 我知道大家入場之前 一定會重溫第一集 其實我手上這隻是TOP GUN 1 集 港版四季碟 拍攝當年POSTAR的封面 TOM Cruise 最盈爆的一張海報來做封面 其實在規格方面 它有導彼VISION 在升馬方面都可以去到現在4K DIP的標準 不如別說太多 現在來來來來來去試試 4K DIP我放在Player 今天的硬件方面 繼續會用Steve隔離影院 沒錯 一套524的揚聲系統 至於大家想了解更多 Steve隔離影院的規格詳情 我會點擊 在螢幕的右上角的按鈕 有一個POP UP的 一個致視台的鍵法 來看 現在看到 先看看這隻碟的畫面 這隻是港版的 在設定 看看它有什麼選擇 當中我包括了 這套最重要 電影原聲的 一條英文的Ammos 所以看上去掃到一堆 其實是一些西歐語系 還有一個比較搶眼的 就是日本語系 你看到其實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東京電視台的2.0 另一個就是富士電視台的版本 看來這套影片應該在日本 在日本很流行 沒錯 因為太帥氣了 看看字幕方面 其實有亞洲語言 當中有香港的粵語版本 另外還有國語 還有SIMOVA CHINESE 選擇的中文 香港最地道當然是選擇Canonese 起碼在翻譯方面 會比較親切 例如笑話方面 其實除了正片之外 其實有幾段花束 我覺得是可以看的 當中包括Legacy of Top Gun 其實基本上是一段 Top Gun 2的宣傳片 大概是4分鐘 其實整個全程度會說 舊電影如何影響新的作品 之餘就是有些新的演員也會說一下 其實舊電影如何影響了她的童年 這部份我覺得蠻棒的 因為都是二十多年前 沒錯 其實都是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很厲害 然後其次就是一個案子 Six 是一段 涉製於2016年的一段 回顧的一個花束 當年Tongo老師就說 這部份是如何影響她 過去那三十年的經歷 其實整個製作品 你踏上去 基本上是一個 三十分鐘都很詳盡的 一個作品 如果大家真的看完這部份 又未夠效果 可以看完這些花束 是啊 真的很珍貴 因為36年前 它還是靠這部份來紅 其實今天的測試 其實有好幾段片 其中一段是一些室內戲 那我記得這部份 其實最大的亮點 是看下它的迅速控制 因為其實這部份 我第一次接觸它的時候 是說的是DVD年代 我記得這部份 其實在那個年代我沒有看過 因為你看到它整部片 是一些火粒 那些噪音 就是走來走去 但是去到這個4K版 每天都看得出 其實那個畫面 那個乾淨程度 或者是在迅速控制方面 是明顯強的 非常穩定 還有你留意到 譬如說 我記得一個深刻位 這部份其實每個人都伸出伸出伸出 但在這個4K底下 你會看到那個 那些寒珠上面的高崗位 那種感覺 是真實很多 我們一起看看 好 以前也看不到那些煙位 沒錯 這個大頭真的顯示出 那種4K的感覺 雖然是三十多年前的戲 而且你好像聽到一個引擎聲 對 航空母艦的引擎聲 是在左邊走出來 你很幸運 在這裡 謝謝 留意一下這個光頭的軍官 正正就是回到未來的校長 是 Marty的校長 留意一下Tom Cruz的樣子 是 迷死很多日本女 我看全球 對 但現在還是男神 對 你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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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 特捨鏡 那個立體感強了很多 對 因為4K 它做過一個UPSCALING 對 你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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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想說這部影片 我當年之所以 不太享受看 因為我覺得 在以前的DTS 底下 聲音很飆 變得很不穩定 但現在去到4K 在度比的新制式底下 你會看到 聲音的穩定性 會強很多 但有一點要留意到 就是 譬如說 特捨鏡 每個場景都會有些變化 例如剛才看 TOPLOS也很清晰 但看這類 去到這一幕 你會看到 東西又會軟 變得比較 聲音又會強一點 所以是有不同的變化 除了 剛才我推介第三節 可以試試室內場景 HDR 還有一些 特別是TOPLOS 特寫鏡 那些 寒珠 寒珠的變化 4K效果之後 我推薦現在第五節 即是TOPLOS 重遇 他的情人 那一段 那個MISS 帥仔 美女就來出現 對 而且你聽到 空間聲 停機瓶 那些聲音 真的在這條路做得出來 而且 有一個穿崩位 就是看到整隊隊 在眼鏡中間的位置 以前他們應該留意不到 我聽到直升機在這裡 在這個空間裡出現 我突然聽到很清楚 是有隻戰機在哪裡飛過 以前真的完全留意不到 看DVD的時候 可以留意到一件事 因為他當年用飛臨拍 變成光線的闊度 其實沒有現在新機那麼好 變成MISS 那些頭髮上面的爆 其實已經爆開了 即使當下 我們有到Vision 做MASTER 但其實已經 可以拿到DATA 已經盡了 但歐巴來說 我覺得其實 那個感覺都是 都是一套 幾4K的 一個MASTER 效果 非常之不公平 男女 是 女仔 如果女主角回來 應該跟TOMGOOS 是 現在我們找了 Chapter 14 差不多是整套片 最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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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潮 因為他要 這段戲說 他要 激壞這個 米格戰機 激他敵溫 你聽到其實 聲音的過度 其實他現在的MMO 底下是做得很闊 那種感覺 沒有以前DTS 那個年代 那麼窄 在這裏轉 他真的跟著轉 那聲音 看回機艙裡面 都會有什麼假的 因為當年又不是實態 但新的套 就真的實態 所以就變成了 真的日落 一個升級 留意一下室內的感覺 HGR的高降位 做得很刺激 很明顯是 每個場口 那部機 其實那個 出出來的 像素有分別 變成MASTER 然後一起轉 看來 在這裏 撞一下機 飛彈 在這裏 我其實覺得他室內的畫 真的 你應該在機創 那裏 明顯有人做機拍 高頻都很爽 現在一個 讓MMO看看 這裏 爆發的 量感不錯 但未至於去到芯片那種 下潛的感覺 我經常覺得當年 好像有些鏡頭會翻容 我經常覺得 一些Angle 有些似似的差不多 爆發的 但這裏都 有法不想 零碎 大家聽到 我們散場 很滾動的主題音樂 我想 如果大家 當年很喜歡 第一集 聽到這段音樂 在第二集 的Trailer出現 已經起了雞皮 也挺期待 第二集 它實在在機艙內的感覺 因為之前 Trailer 看到那種G4 讓湯哥老師 整個面色都轉了 那種衝動力 其實真的很飽 好 試片看完 不如一起來 挖一下 很厲害 要拿彩 走過來 飛過來 要嚇到司令館 讓你這麼炭 不要讓你這麼炭 試片看完 不如一起來 看Steve對這部影片 有什麼評論 Steve剛才說 我們都試過好這個章節 其實你覺得這部影片 其實你現在算是翻看 那種4K版 翻看了 那些音響 當然是非常精彩 尤其是飛機飛來飛去 在你落頂飛過 或者後面 背景的聲效 你會聽得清楚一點 因為以前 怎會留意到 或者是聽得到 後面有些直升機在飛 原來他們說話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都可以聽到出來 還有36年前的東西 你要做到 好像現在這麼厲害 就是很難的 但是這套經典 的而且確 在戰機片來說 他當年吸引了不少人 再加上英俊美女 Tom Cruise 也有電單車 還有一首很動聽的 粵耳的主題曲 沒錯 令人無法呼吸 對 沒錯 其實戰機片 其實 在1922年 有一套 拿第一屆電影 奧斯卡的最佳影片 叫Wings 這套電影 那時候拍 全部都是用真正的機師 真正的飛機拍 你想想 在差不多100年前 可以在飛機片 戰機片拍得很精彩 拿到最佳電影 這套Top Gun 在獎項來說 不是拿那麼多 但是在影響力方面 的而且確 是令到很多 我們那時候的年輕人 甚至乎之後出生的年輕人 都會拿這套電影來做欣賞 沒錯 事實上是美骨最昂貴的宣傳片 其實說回這套電影 我覺得這套電影 你明顯是 一見到是4K的規格質素 但是其實 整體來說 當年拍出來的母帶 也有一定的限制 首先可能在日景底下 你可以看到 可以做到光線的範圍 不是真的特別闊 變成人面 背景可能會爆發 但是反而我覺得 有些場景 例如室內景 特別是一些比較暗的室內景 例如開頭的時候 在辦公室的部分 或者去到中後期 即是Dot Fight那段戲 拍攝司令部的位置 你見到後面的LED燈 那些燈珠 或者是見到整個場景的 流體感 其實都比之前的 藍光年代 甚至可能DVD年代 其實很多 其次 聲音方面 可能大家要做一點 事實檢查的話 其實整個八十年代 他們的主持人 基本上在玩藍體聲音 當年的武帶 現在將它推到 Atmos 底下 聽起來 其實你會知道Range是炸 例如爆炸 爆炸 爆炸 爆炸完之後 就只剩下中間那一層 再看那一層 就未必有給到你 但後面的 其實你看到 Atmos 底下 因為它做得到長闊 譬如前面那層 後面那層 但你聽到其實是比較平面一點 那些東西不會真的很3D 這樣做出來 即是不會說由左邊飛到右邊 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但起碼知道在左邊飛過來 這個效果已經很好 沒錯 還有我覺得 其實我以前對這套片 其實我挺討厭這套片 因為它的高音 特別是前機飛出來的聲音 我以前在電腦喇叭聽的時候 很容易很辛苦 但是去到現在 就是Atmos 底下 我聽到其實Range是闊了 低音是自然的 但我覺得 作為這套片的粉絲 或者是預熱 看完這套片才入場 如果你真的選擇一個最高 或者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去重溫這套片 或者第一次看這套片的話 4K版來說 我覺得一個都算是不錯的選擇 特別是一套實體碟的版本 尤其是你想看 Tom Cruise以前的帥仔 怎樣漂亮的爆發 那你就可以重溫了 沒錯 那些大頭鏡片 基本上是交足有餘 我覺得Tom Cruise 應該可能親自主理 那一套片都不成功 今天這套片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鈴鐺 大家常常找你 下集好日期見 拜拜